书接上文 上辉书正然说到高怀德在书房看书 门开了打外边进来了 海棠 这个夫人闯到跟前呢 把个高怀德就吓坏了 黑晶半夜你来干什么 夫人说了一声 有事上来 什么事啊 没别的事就要想跟你进遍进遍 你哥哥也不在家 就咱们俩我说了算了 奔着高怀德就扑来了 把高怀德吓得腾腾腾 往后倒退了好几步 想不到巧极了正好 退到了床边上 再走走不了了不敢使劲 开了 把两个人吓一跳啊 尤其高怀德 吓得浑身是冒骨苏然 往门前一瞅打门外边走进来的正是金袋元外 见元外爷的脸色都不正了 谁也看不了这个情景 金袋元外怎么回来的呢 料理完了事啊 马上就往回下返 催着快马呀连夜赶了 一直的赶到了家下 家人把门开开 把马牵刀后眼操头 元外爷到书房来找高怀德 怕的是高怀德有想法 去这么长时间了 干嘛不回来 这就得说弟兄的义气 首先来看自己的先帝 金袋元外一推门一看 咽喊 受不了了 这脑袋嗡的衣裳 气壮斗牛啊 哟哟呀 把上来这股子怒气又咽去 信里话 先帝呀 这就是你 要不是你换换二一个我宰了他 元外爷这股子气从哪发呢 从这海棠身上冲 一把手把海棠拨领地拽 跪出来 啊 哟 就个叶在地上 海棠 机灵鬼透灵杯 吸眼来的那个跪 马上这就放声大哭 撒开了破了我的天啊 我可活不了了啊 哎呀 叫我怎么做人呢 得了我就碰头碰死了 高怀德一言不放 直不勾勾地望着元外 瞅着撒泼的狼海棠 这海棠你说 贼咬一口入骨三分 元外问他为什么跑这来 不在你楼上 你上这干什么来 连说了三遍 说 说 说呀 海棠 止住眼泪叫道一声 哎 元外 你有所废致啊 我正在楼上坐着呢 下边你的兄弟就喊 说你回来了 我能不来吗 我到了书房一看 那又 哪有你回来呀 只是他自己 他就行为不断了 看上胃气几分之色 就往床上拽了 我这旁向能随吗 正在这撕不着呢 拎了人家就回来了 就是这么个理 金元外把头转回来 俩眼直勾勾地望着了 高怀德 你你你你是然而不对 了 高怀德是有理难分辨 如果要是说 不是这么回事 把这实情给端出来 他怎么把 扔的手绢 包的戒指 怎么样的 让我上楼啊 回头来又是如何 盗子书王啊 怎么样 逼迫我呀 这段过程要说出来 这海棠啊 就死了 这不破坏了人家夫妻的和情 从我要死一口的人 我对的几天 我对的几地啊 高怀德我就更缺德了 高怀德高怀德 看来你这前辈没做好事 所以这一辈让你遭罪 啥事都让你贪上 这样的肮脏之事 我跳到黄河都洗不起 好 大哥 你发落 该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或打或杀或挂 小弟我这论的 你不认也不行 你看看 这个海棠还一个劲儿的往前拱 原位本来累下有方神剑 握住了这个剑中往外边一拽宝剑 咔 拽出来能有三分之一 在这剑日上点了三点 嘿 嘿嘿嘿嘿 唰 又欢瞎了 行了 贤厉啊 因为你的老爹爹对我的兄弟好 对我也关照 欠下高家的人体 高王爷人没了呢 我不能把这个情忘了 我得要补偿 拿你带坐我的亲兄弟这么恭敬 可见去 尤其你的病我也治好了 伤痕也差不多 全愈了 咱们俩就算扯平了 我这妙小啊 也成不了你的大神仙 天气也亮了 假认外边巴马背好 把他的窥凯割到窥凯包了 送客 哎 给撵出来了 你说这高怀德这张脸可往哪放 吵了吵 这个海棠 摇了摇呀 跺了跺脚 二话没说呀 心里话 你不把我给掩咬了吗 你这叫缺德 叫天报你去吧 天之地之 你之我之 高怀德一看 还真别说 金大员外 把高怀德给送到了门外 走好 先列 青山不倒绿水长流 咱们还有见面的时候 我不远送了 高怀德 我这是没从 他把我给研究了 如果我要从了 我们俩童间有染 你死了 坚轻出人命啊 一点都不假 高怀德 飞身上马 这马 哎呀哎呀 驮着高怀德 就下去 顺着这个小山不 本来应当 破本东京变了 看一看 所以 我得闹个水路石出啊 胜败如何呀 可是 脑袋冲昏了 道走错了 往前再走 就来到了 山根没道 高怀德一看 马停住了 下了马 马将生往下边一催 身后边有一棵树 这树啊 还伸出来一个脖 哦 高怀德明白了 这个马把我送到了 阎王爷那儿来了 这就是阎王殿 看来 也是我的生死地 我有什么脸面 我去去面见大家 见着了 赵狂言我说啥 见着大家 我怎么讲 依旧来到这儿了 罢了 死吧 把自个儿腰里的 丝涛解下来了 啪啪啪就搭到了 树坑上了 搬了块石头 一踩就寄了个 冰盘大小的吊扣 坠了一坠挺结实 先跪在地下 踪着了东边 磕撒头 娘啊 养儿的娘啊 而不能够再躺前景笑 至于老娘 您老人家如何 而我也关照不了了 就算白仰儿一挥 说这边见下 您老人家的恩德 吓唬哟 来时再还他 高辉德 眼望空中 教导一声 可恨的爹 高老哟 高老哟 你办的这就啥事 为什么 你把人头 拉下来 交给赵狂言 反而还让我 去保着赵狂言 这都是为什么 然而财狂 还不重用我 拿我当作了 他的仇敌对待 不给我用武之地 百般的刁难 我高坏德 叫我如何是好 进退两难啊 还得说我命不当绝 有这一位金元外 给我治好的伤 怎么能有出来 这个阴妇 如此给我扣上 一个肮脏的帽子 高坏德 现在我活着 还有什么劲 不能活了 名声没了 上庙吧 手抓着这吊口 你看他就把脖子 就伸进去了 脚蹬开了石头 咚 石头顺着山坡 滑下去了 马呀 耐找谁找谁 去吧 高坏德 上了吊了 这可真就 没有高坏德的出路 叫谁也是得死 没生路 死了 高坏德是幽没有 让他 眼看着这就要 吊死了 高坏德准备是 幽冥界去找爹 算账去 你为什么 你走了 你把这么多的 罗乱和灾难 扔给我们俩俩 你叫我们怎么能够 顶得住 挑得起来 高坏德 上了吊了 眼看着 这条命就没了 从这山坡旁边 有条弯腌的小山路 走过来了 这么个算卦的老道 这个老道 九连紧 头上 早身上穿 八卦炮 腰里脊 细四套 水位云鞋 有个牵搭子 在肩膀头上 搭着 老道可非是旁人的 那真是走过高山 过了大船 大大小小过架 走了多少 那真就是串绑走过 协助赵狂业 安天下的 军事 苗广义 这苗广义 在赵狂业面前 那是力的大 做了不少的贡献 没有苗先生 拔个赵狂业也死 这么就得说 这个苗广义 未不先知 来到了跟前了 一看这个高怀德 上了吊了 上前来 解开吊铐 刷啦 把高怀德 就给松下来 腿一盘 几背 靠在树身上 顺千穷扑了后背 英雄睁眼 英雄睁眼 高怀德 强睁二目 把眼睛睁开 哎呀 天哪 哭啊 高怀德 泪水如雨啊 老到感动的 给他擦眼泪 小英雄莫哭 小英雄莫哭 赶紧 振住 悲痛 你有什么过不去的事 你跟我说说 高怀德一看 眼前站着一位道场 两手握住老道 道爷 是你救的我吗 呵呵呵 这正是小道 哎呀 道场 你不该救我 我是该死的人的 你救活了我 我怎么来受这个世上的罪啊 我实在我经受不起 这么大的磨难 嗯 我经受不起了 你快闪开 我还得上吊 高怀德转身性站起来 又来接这个吊口 老道一把手 把高怀德抓住 你先别上吊 有多大的为难事 你跟我讲讲 咱们俩先唠唠 如果我要帮不了忙啊 不用你来记的吊口 我帮你记我还把你勒那块 还不叫你死 你看好不好 嗯嗯 这也不错 老道扳了块石头 让高怀德坐下 两个人醉了一个对面 苗广一问 高怀德为何上吊 高怀德就把自个儿的 从头至尾的过程 啪啪啪啪啪 是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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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这苗先生 眼圈都红了 委屈将军了 将军 你知道 昔日有一孙殡 孙伯玲 这一孙殡 教了一个 无意之友 叫庞娟 然而这庞娟 百般刁难 是陷害一孙殡 一直把他的双族越去 制残了哦 可是你把他制成残废 天原地度 到了最后 天台山上出了家 外仙策上 人家标名挂了号 成为了了一真人 熏天度 这个孙殡 到后来的功德 天下的羊 庞娟的骂名 一臭万年 哪一个要提起庞娟 不催他两口 骂他两句啊 打算一个人 要成名于世 必须你就得经过 七哉八蛋 没有困难 你是成不了名 经不过苦难 你是没法挠出头来 你得必须经过 这一关哪 说现在你要是死了 你爹这个意外就没了 人头也白拉了 天下也统一不了了 你要是活在世上 拔起腰板 挺起胸膛 把种种灾难 你都给他克服 把这么多的闲境 你都给他闯出去 到了时候 你就会风雄化解 遇难成响 你会是蓬城万里 月子光宗 到了最后一桶花雨 你风风光光 站着再聊 老爹爹的坟前 你可以拔起腰板 爹啊 我按你的遗愿办事 我成了 你爹也就说了 韩瑜 酒圈 地府安喜了 对不对 如果要不这么着 我说 小将 看起来那么你 经不起考验 经不起磨难 就这么这个死 真叫出嫁 可笑了 高怀德 恍然大悟啊 明白了 多谢先生开导 要不叫您开导啊 我还在朦胧之中 今天我顿开了毛赛 知道 进和退啊 先生 咱们今日分手 但愿踏着相见 回头见 说完话 高怀德 飞神上马 催开挂下 这马 好似闪电一般 赶本 东京变凉 高怀德 再抬头 眼前一场大乱 啥呀 别叫赵狂 引跑了 抓呀 高怀德 下了一个胆裂混飞 仔细在关桥 一看 两军阵前 都打乱了套 一开始高怀德的走 赵狂一个没收兵啊 一直和这个欧阳龙站 他只怕欧阳龙 再使唤 暗算 一旦间吹 吹里边呢 真要再发出来伤了自己怎么样 所以他练住他 欧阳虎上来了 郑子铭过来了 郑子铭打不了 后边像还有什么样的刘强啊 曹斌啊 张光远的罗燕西啊 孟广林 焦甲家树就这么样车轮大战 打到一处是杀到了一团 只杀了一个天昏地 那是日月无光 一直的打了能有是三天三夜 每分出胜辈人 输赢啊 都打乱了套 欧阳虎在这旁坐着指挥 吩咐作用 大家伙给我拿弓带剑 上 这边向的弓箭出来了 赵匡彦这旁向慌忙的下着指挥 挡箭台走 你放箭的我拿挡箭台 你要来将我的上前去挡 歇歇战战 战战戒戒戒 就这么不停的在城前 是三天三夜的恋战 高怀德一看这么打乱了 赵飞龙赵狂野 仰看着打不过这欧阳龙 欧阳龙卖了个破战 刚要使我暗计暗算赵狂野 高怀德是一马趟犯 来到跟前 叫到上内兄 你给我扇开 带我上前拿呀走 高怀德带到马前来 这枪也到了碰子 锤上 唐狼狼一声缩响 呀 这小子呀的一声 锤撒了手 拨马往回下就拜 高怀德催马赶到跟前 哈 砍枪 枪过来了 这个枪正好扎着在了背后 就听得扑吃一声 啊 在马背上 把他给扎透了 有马上把他接起来 叼击往地下一甩 你们谁还来 这下子 可把个欧阳方给吓直了眼了 振服住了这个欧阳龙 不敢再来作战 两旁人马 轰撤回了连营 欧阳方赶紧掰手说收兵 欧阳方带马回连营 高怀德一看 内秀 世道如今该当如何是好 赵匡言说我们要杀他个直轮不反 猛击毒 对 以高怀德在前赵黄银在后带着正子命 率左右弟兄十万大兵杀进连营 活捉欧阳方才引出一段是三次下河东